我们再去开往徐文港的路上 现在马路上都没什么车 和过年前形成了明显的对差 那个时候说排队要几个小时 甚至一天 今天我们畅通 徐文港也是火车过渡的地方 可以看到火车怎么上车的 上船的 小车过了红利灯 还能继续走 这里好多货车你看在这里排队 他们就比较慢了 过码头一定要在网络上提前预约 现在好像可以提前七天预购 进了车辆路口 里面还分为燃油车道和新能源车道 新能源车还是要排队的 他说不能够一辆车上不能 差不多两千能源车 对 怕爆炸 请按走错红色按摩 打印小票车通过闸口 打印了凭证 两个人457元 一道一道有这么多 这里是什么 船票跟车 那你这个找13号进去就可以了 好 在这里去对车辆的物品 生活用品的时间 随车人员下车 可以了 这里还要过一道车辆的安全检测 这是最后一道栏杆 终于可以看见码头了 我是13号 破车位 终于可以上轮船了 心里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 这是第一次体验 把车开到船上去的感觉 上船喽 上船喽 1 2 3 4 他还要下到下面去 开到船肚子底下去 然后他下面还要再转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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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下去 好可怕 下了两层转了三个弯 终于把车停到了指定的位置 停好车了 准备到上面去 尖峰岭 这个小门是小车的上楼通道 走了好几层还没有到 大轮船 大轮船 我先到前面看一下 就是这种大轮船 上面好冷啊 我先到前面看 这里是渔文港 现在就出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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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船了开船了 我们离开了渔文港的马头 往海南去了 不知道后面的旅途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等着我们呢